我弟弟走得很冤枉 因為衛福部已經有公告這個新的規定 為什麼這種辦公宗人物夫妻 他們還不遵守 家屬哽咽犯淚控訴弟弟去知名 伊美龍比最後卻成了一具冰冷遺體 那就是情 一般民間講的馬姐馬姐 然後有刀你就來幫我麻醉 沒刀你就去別間趴探這樣子 這樣子的態度真的太草率了 他是不是裡面有墊東西 就像我們現在在做所謂的三段式隆鼻 節目上上談隆鼻手術 被指控的陳信醫師 常在電視鏡頭前發表自身經歷 不過死者就是在進行他口中的 三段式隆鼻時意外死亡 30歲的湯姓男子身體健康 3月初到診所進行手術 疑似因為全身麻醉導致 惡性高熱病發症 送醫後宣告不治 看你們怎麼會有這樣的狀況 有沒有報告拍照 病人突然呼吸困難陷入昏迷體溫 極速升高 這就是惡性高熱的病發症狀 私者下午1點進行手術3點多病發休可 但超過半小時才注射急救藥劑 4點40送到馬街急救 家屬指引醫生不具有麻醉專業 診所在沒有麻醉醫師的狀況下 才會發生悲劇 我們要的不是一分一毛錢 我要的只是一個 清清白白的真相 好不好意思我現在沒有空我發現 當事醫師不願回應 事發後被業務過失致死 移送 家屬不求賠償 只判這條寶貴生命 能讓相關單位還有社會大眾 正視醫美的麻醉問題 記者黃天曜許志成台北報導